转载自白家号作者,体育星巴克伟大的人总是伴随着质疑声,他们的每一句话,每一个决定都会引起不小的波拉,甚至招待他人的无故指责与骂骂,对于NBA的球星更是如此。 他们在全球来球迷,以及媒体的高度关注下,一件微小的事情不可能被无限放大,招到球迷们的无脑黑,下面我们来盘点联盟中最容易招黑的五位球员,第五位,卡梅罗·安东尼。 安东尼虽然拥有着注色多变的进攻技巧,被球迷们称为进攻万花筒,但是上赛季的安东尼却表现得差强人意,甚至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差的一个赛季,自私的球风,低下的进攻效率,雷琴队也早早的在季后赛首轮出局。 从此,安东尼被球迷们定义为球场独流。 第四位,德雷蒙德·格林格列在赛场上,是一位永远充满着激情的球员,但是因其肮脏的防守动作,被球迷们所厌恶,踢球员当不是他的球迷绝技。 除此之外,格列还是一个大嘴巴,甚至跟加内特不相上下。 第三位,柯怀·莱昂纳德·莱昂纳德,在没有受伤之前是一个出色的球员,但是在本赛季与马次队彻底冒犯,让他的官孩子形象荣然无存,甚至沦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。 第二位,勒布朗·詹姆斯·詹姆斯,是一位自在高黑体制的球员,因为他太强大了,强大了让其他球星的球迷都不爽了地步,因为詹姆斯开启了抱团的仙河,被一些黑粉们疯狂吐,藏。 今下詹姆斯再次离开骑士加蒙古园,又在其职业生涯上,留下了一个黑点。 第一位,凯文·杜兰特因为詹姆斯的存在,杜兰特永远排在他的身后,被球迷们调侃为千年度老二。 不过这一次,杜兰特成功超越詹姆斯排名第一了,杜兰特在篮球方面绝对是成功的。 到目前为止,已经获得两座冠军奖杯和FMVP奖杯,但是在情商方面,爱度就显得有些低了,多次在社交媒体上与球迷互喷。